達魯安海景民宿的負責人 我叫美拉 那今天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叫達魯安 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因為呢 我的爸爸是台東的阿美族 那媽媽是馬祖這邊的北干人 那取達魯安這個名字 它在阿美族話的意思呢 有瞭望的意思 那也有就是休息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特意取了這個名字 那我也刻意放了一個我們阿美族的情人 待在這邊 大家可以揹著它拍個照這樣子 那顏色都是符合我的個性 比較活潑一點 我都特別挑比較有活力一點的顏色 那現在大家去看我的房型 那我一共是有五個房間 然後基本上都是雙人的房型 然後還有一間三人房 那床的話都是雙人房的房型 那我們家衛浴的話都是乾式分離的 可以看一下 那床的部分呢也都是加大型的 所以如果你要翻滾的話也是蠻舒適的 那可以過來坐在這邊看一下 我們喬子馬圖的風景 我非常喜歡這個位置 因為我的窗比較高 所以坐在這邊的時候還蠻愜意的 可以喝個茶喝個咖啡 然後靜靜的坐在這邊吹著海風 那這邊帶大家看那個三人房的房型 那單人床的部分也是都是加大的 那雙人床也是加大的 那基本上房鞋配置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比較高 可以跳得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嗯 可以看一下今天天氣滿好的 今天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喬子碼頭 那這邊在四到六月蠻眼淚爆亮的時候呢 喬子碼頭這邊也是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這這邊整個看過去的景啊 完全可以呈現到這個喬子廟村的景象 非常特別 如果你喜歡這麼純樸的一個地方 歡迎你來